被誉为最帅岳飞的黄晓明 为了演出新戏岳飞 真的是豁出去了 除了打赤膊 秀肌肉 现在竟然还生吃蚯蚓 这是一场领兵攻打山寨的戏 因为没东西吃 被迫得吞蚯蚓 黄晓明说呢 他可是真的把活蚯蚓吞下肚 就是这一幕吃蚯蚓的戏 让金钟岳飞再度引发网友热议 因为男主角黄晓明 亲口承认 吃蚯蚓可不是演的 而是来真的 我们在描绘岳飞在攻打 王乌山的时候 特别苦 然后那会儿 没了东西吃 就吃蚯蚓 结果他们真的挖了一袋蚯蚓 给我们吃 你吃了吗 吃了 好恶心 什么味道 凉凉的 你们在我背上刺了四个字 金钟报国 勿忘国齿 被誉为最帅岳飞 黄晓明在新戏中卯足镜 穿着沉甸甸的盔甲上阵 拿着赤膊在雪地中练功 没想到现在就连蚯蚓也吃下肚 真的是敬业百分百 为什么当时选择吃呢 其实你不吃 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 差别可能没有这么大 真是 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说这个可以吃高蛋白 吃了好像也没什么事 活得挺好 还岳飞导演要求高 女主角林心如也说 她有一次为戏跳进臭水沟 洗了三次澡 还有味道 而随着剧情逐渐进入高潮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 演员们还有什么精彩演出 中期新闻综合报导